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肥肥愛導彈的陳明洪 陳老闆來接受我們的人物專訪 歡迎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對 這邊很好奇想要問陳老闆 就是你當初想要養手工 然後培育繁殖的起心動念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像小時候一樣 看到壁虎覺得發起來 然後拿來養拿來玩 覺得其實還蠻可愛蠻好玩的 然後就在水俗店去買了一隻手工後 開始的玩 然後玩到一個走火怒謀的地步 走火怒謀嗎 對對對 所以陳老闆現在你家有幾隻 差不多四五百隻 四五百隻耶 很多耶 其實不會啦 不會 因為還是有一些前輩他們都是一兩千隻的 一個比一個多 對 所以陳老闆除了養手工家裡還有什麼寵物 我還有蜥蜴還有雞還有狗 真的什麼都有 對就是一個動物園 還有兩隻青蛙 青蛙 對 所以你養著這種動物他們是 會不會是互相對立啊 其實不會 因為他們都是一個獨立的飼養 所以他們不會有對立的問題 對我想說會不會有一個食物鏈 就是沒有產生食物鏈 是 對 那這邊想問一下陳老闆就是 你當初創立這個北北愛導彈的 你的經營理念未來的規劃是什麼 理念跟規劃就是 一樣都是致力於培養優秀的個體 以及好看的個體 還有健康的個體 給所有的新手或者是飼養者 這是我的主要的經營理念 那你會取這個北北愛導彈 主要的用意 還是有什麼特別的含義嗎 用意跟含義主要就是 其實就只是因為我自己 以前的時候養的時候常常初心 沒有關好跟蓋好 然後變成他們之後 我每天都在地上在撿他們 所以撿一撿有一天就覺得 他們怎麼得那麼皮愛導彈 然後我就想 那我竟然想要創立品牌 那我就用肥肥愛導彈來做為一個出發 那陳老闆你養的手工就是 因為他有分很多不同的種類嘛 那你主要養的是哪一種 我主要養的是肥微手工 它的特點呢 它的特點就是 它有一個肥肥的尾巴 對 它的尾巴會很肥 然後它的眼睛很大顆 它會讓人家看起來 它每天都在笑 每天都在笑 所以 它只要抓在手上之後 你會感覺它都在對你笑 所以他們睡覺眼睛會閉起來嗎 會 他們眼睛是會閉起來的 所以養手工來講的話 對一般新手入門的話 你也建議他們要養像你這一種 其實不一定要飼養我這一種 其實每一個工作室 或者是繁殖者 他出來的個體都相信 都是一定是健康的 那當然可以選你喜歡的個體去飼養 因為畢竟每一個人選擇都是不一樣的 對 喜歡的也不一樣 對 像有些人喜歡紫色的 有些人喜歡黑色的 有些人喜歡白色的 橘色的 那我們當然就是 讓你去選擇 你自己所喜歡的下去飼養就好 所以手工的一個價值性也是 看你基因跟顏色嗎 對 看基因顏色還有它的表現 我們是用這三個來去概定它的 還有它的性別 性別 對 因為像工的它可以一夫多妻 是喔 對 因為一隻工的它可能 像我們在繁殖的時候 一隻工的它可能可以 在一個繁殖劑 它可以跟三隻四隻五隻母的去做繁殖交配的行為 母的就只是針對這一隻而已 還有這樣喔 對 因為它會有基因的選擇性 所以母的它們這樣殘卵 就是大概一次可以生幾隻 一次會生兩顆 然後像肥肉依手工的 它一次的繁殖差不多會在 總共六台差不多在十二顆蛋 十二顆蛋 對 喔 所以 像他們小隻的話 也是需要在母親旁邊 還是把它抓出來 他們都是獨立飼養的 喔 所以生出來再把它分開分開分開 對 我們會從孵化箱內拿出來後 我們都會放在一個一個的 它的家裡 那家裡要很多箱子耶 其實都是用抽屜盒 我們現在有新興的爬蟲櫃 或者是從大陸 或者是台灣也有 像台灣也有很多做得很美的爬蟲櫃 我們就可以用這些爬蟲櫃去飼養它 像有些可能 30公分的大小 它可能就可以住得非常的久 了解 那他們有特別的飼養環境要注意什麼 飼養的環境溫度就會在30度到33度 然後飼養的話 我們會選擇要餵食它 鈣粉跟維生素 還有 大家可能最會害怕的蟲 對 所以它吃的蟲就是有包含像你說蟋蟀 對 蟋蟀或者是蟑螂 蟑螂 對 所以不能吃家裡水手抓的蟑螂 當然也是可以 只是說可能它會得到細菌感染 會有腸胃炎發生的問題 那大家去看醫生的時候 就是又傷了荷包 那當然就是得不償吃的行為 對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 這種小錢不要省 畢竟他看了一次醫生會很貴 對 所以食物的來源還是要找有保證一點 對 我們一定是建議你去買 繁殖者藏出來的乾淨的蟋蟀 或是乾淨的耳料人 那你的蟋蟀對你的手工 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對 那牠們的平均壽命呢 差不多會在10到15年 像國外有20多年 那很久 對 牠們其實是一個蠻長瘦的動物 對啊 可以陪你這麼久 對 當然就是你要愛牠 對 主要還是要愛牠 一定會 對 因為可以陪你這麼久也不簡單 對 其實 嗯 牠們的飼養就是真的 其實是很簡單很慵懶的 嗯 牠們就像之前很流行的什麼水母之類的 可是牠們比水母更慵懶 可是水母不是好像會有攻擊性吧 可是因為你水母你可能要控制海水 嗯 對 你可能要去控制什麼有的沒的 可是牠們不用 牠們只要控制好溫度 所以你的耳料是健康的 所以你的水 提供水分給牠補充 那其實牠都可以很健康的成長 嗯 那像 像牠們的清潔啊 因為牠們在箱子裡面 所以牠們清潔的方式 因為牠們的那個 大便應該是很小一顆 對 我們都會鋪餐巾紙 衛生紙 或者是 像現在有流行的爬蟲用的瓦刃紙 這些我們只要定期的去做更換清潔就好 牠其實是一個蠻簡單方便的飼養的寵物 嗯 所以牠們怕水嗎 牠們不怕水 牠們的皮也是會防水 哦 所以基本上 那水手工也不太喝水了 牠們也是會喝水的 因為牠們畢竟牠們也是要去補充水分 嗯 所以你在變牠們的那個抽屜盒 要放水跟飼料 可是已經那麼小了 我們都會放一盆水在那邊 還有丟蟋蟀進去給牠 那牠因為有些人牠會習慣 是養在透明的環境的時候 牠就會用得很療癒 嗯 像現在很多新手玩家 會把牠們的家裡像 牠們家家酒一樣弄得很可愛 裡面會有很複雜的東西 很多很可愛的東西給牠躲藏 嗯 那當然就是你就要去注重牠的清潔環境 當然還有補充牠的水分跟食物 對 那手工的話要怎樣跟牠互動 既然是特寵 對每種寵物的話都會基本的有一個 你特別要摸牠哪裡 然後可能是什麼 我們都是直接 像我的話我習慣會直接撈牠的肚子抓起來 肚子喔 對撈牠的肚子撈起來後就直接放在手上 因為牠會緊張牠很膽小 牠就會一直趴在那邊 然後就不動 對 牠會等到比較習慣一點的時候 牠才會開始慢慢的爬動 當然有些也是很好動的 所以陳先生你現在這邊四五百隻的話 基本上就是你這邊自己有在做繁殖嗎 對 那一般客戶如果去買的話 基本上他們都會從小隻開始買 還是你會建議他們大概多大時候再買 這主要來自於個人的選擇性問題 因為有些人可能怕小隻養 牠養不好 那我們就會建議你去買亞成體或者是成體 買大隻一點 那你比較會沒有擔心的問題 那只是在於就是你要去摸索牠的習慣而已 所以像手工來講的話 你覺得最困難的事情是在哪個部分 最困難的其實是沒有 沒有 對因為其實這就是一個娛樂跟快樂的行為 就是你養牠那你就是 就是當然都是要去做一些功課 去知道一些問題 當然困難的就是牠的生病是 你沒辦法發現 對 是要即時的發現 有時候太晚發現的時候都是已經很嚴重的 因為畢竟牠不像貓狗回去 哀 哀好說身體不舒服之類的 可是牠們生病的話 像你就要帶牠們去那個獸醫 對 就是要看特寵 對看特寵 可是台灣的現在這方面的一個醫療 就是人醫師比較綜合性的 對所以這就是一個 你當然就是如果一變成說我們都是建議 個體一定要健康 因為要不然你看了醫生 可能有時候牠遠遠的醫療費會超出你的負擔 有可能喔 因為可能牠看了一年才好 或者是半年才好 那一次可能看一次可能就一兩千兩三千 那你可能看了看了 你自己也會越來越挫折後 你可能就會想要放棄牠 那我們當然都是建議所有的氏族 可能新手或者是玩家 我們都是建議要尊重生命為原則的出發 喔當然 一定要尊重生命才會養牠 對當然就是你要尊重生命 你才養得快樂 而且最主要就是要喜歡牠 對因為牠是寶 對對對 大家都有認知 對 對 那前身上客戶的話 如果給你購買 你有沒有在當中遇到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反饋 客人給你的反饋是什麼 反饋主要都是 客人都會講說 他在這邊過得非常的好 健康 以及可能長得很胖了 然後現在每天都過得很快樂什麼的 是說手工嗎 對他們都會覺得手工過得很快樂 他們會給他 我很好奇他們應該也會給他取小名 會每一個人都會可能會把他的手工取一個名字 然後這樣感覺就很像自己的小孩 對 因為就像寵物就是像小孩的概念 然後自己對待 然後自己養 然後把他長大成人 對 對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短中長期的規劃嗎 短中長期的規劃其實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當然就是你要選擇去看好市場的每一個時期 以及你繁殖的過程 以及每一個玩家或者是新手給你的回饋反饋來去做一個改進跟改變 對 所以你對未來的規劃就是 因為你也在爬蟲界已經 你說長不長短不短 而且再加上現在市面上 也很多就像你講的一些 前輩們他們有更多隻 對 所以你在這當中的話也會跟他們互相做交流嗎 一定會的 當然就是前輩們的指導或者是建議教學 我覺得都是可以參考的 畢竟人不是十全十美的 對 都可以多聽多學去多嘗試一些不一樣的方式 去改變自己 讓自己做得更好一點 對 所以你除了就是說在網路上 然後你 因為你本身是在家裡飼養嗎 對 對 所以呢你的 像手工的話 一些曝光的地方 你可能就是會參展之類相關的嗎 對 網路上以及展場 這是我主要的方向 主要的方向 所以像有一些人像 對手工也有興趣 或者是爬鬆也有興趣 有的人想要開始跟你一樣 我想要自己經營自己繁殖 然後呢你會給予他什麼建議跟鼓勵 建議的話我當然是建議你 尊重生命 還有當作玩樂就好 因為如果 你覺得現在市場價格太差 或是你就會想要退坑 你就會想說放棄 那當然我覺得是 那就是你如果只是想要玩樂的話 那你可以開開心心的玩 就不要做一個工作室 因為畢竟沒有一個東西是好的 對 而且手裡又四五百隻的一個情況之下 算你只有一兩百隻 那其實也是一個負擔 對 所以這種成本會很高嗎 其實如果你以每一隻 差不多兩三千塊來算的話 其實也是很下的 對 沒錯 對 所以你養這樣四五百隻的話 相對你要有所的一個 就是一個收入吧 我其實自己有在上班 所以那個只是 一個興趣的職業 可是我覺得你還好像蠻專注在這個地方 其實兩個都是有在注重 畢竟工作重要 跟養這些也重要 因為他們的健康就是在取決於我們的身上 對 所以我必須一定要給他們 是健康的環境 以及安全的狀況下 讓他們健康的成長 對 而且這樣子就算 我們去參展 客戶看到我們的產品是好的 對 然後也會相對的介紹 然後呢 在這邊跟你做討論 然後他們養到五年十年 之後他們想要再養 應該也是會找陳先生 對 我們那個就是建議這樣 當然是這樣是最好 所以 等客人回流 對 沒有 這就是一個客人回流 跟可能大家會相互介紹 那有些 朋友有些 客人他就會帶著他的朋友一起入坑 入坑 我們都會講入坑 好 為什麼入坑 因為這是一個無底洞 我們最常講是會無性生子 就是 會嗎 你養了一隻覺得可愛 然後你覺得一直在買下一隻 再下一隻 再下一隻 你曾經有遇到客戶 他家裡是養的比你還多嗎 客戶喔 是有 也是會有 因為有些人他就是 玩樂 他就是真的 就是當作寵物養 所以他就是很快樂的在飼養他們 所以他就覺得 有沒有繁殖什麼 我都無所謂 對啊 反正我就是要養得開心跟快樂 對啊 對 其實養寵物的話 真的就是 第一個就是快樂 第二個就是要討他 第三個就像你講的 尊重生命 對 對 所以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好 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 北北愛導彈的陳明洪 陳老闆來接受我們人物專訪 感謝 謝謝 謝謝 謝謝